時間非常非常的快 我們到了最後一場講者 那通常都最後一場的話 就是重量級的這樣子 那這個重量級你知道嗎 我們通常在這個圈子裡面 不管是在GTV的社群裡面 或者是我們在open source 或者是使用open data的時候 基本上我們都叫做同溫層這樣子 那通常呢 你說我們的對立面 或者跟我們在交涉的 那都會是政府這邊的人員 可是我不會稱為它是對立面 因為如果我們要把事情做好的話 其實我們兩邊都要一起努力才可以 那今天就真的很榮幸 就是由我們台南智慧發展中心的陳副主任 那他來跟我們講解一下說 他在體制內可能會遇到的困難 或者是碰到的面向 那接下來的時間就交給陳副主任了 麻煩你了 好 各位夥伴 大家好 那剛剛聽到展偉他說 這是要互相包容的一件事 其實我就有點放心了 因為今天的題目其實關鍵字只有一個 題目看起來好像很偉大 但關鍵字只有一個 就是開放資料 那開放資料大家會想 開放資料可以講30分鐘嗎 可以 因為它涉及的就是 民間社群跟政府部門的愛恨情仇 恩怨糾葛 所以這個梗講起來就可以講很久 OK 可以 好 好 那不好意思讓我用一點時間 我來分享一下我今天來這邊講的一個心情 那其實之前呢 同仁聽我說 我們要來講這個題目 我就OK啊 開放資料本來就是我們中心在推動的一個業務嘛 那來講正常 那後來同仁他把簡報做好讓我看的時候 我也覺得不錯啊 公務機關的簡報就是這樣嘛 先講一些可能大家都知道的歷史原有背景 然後再講一些放大好幾倍的成果 接下來再講一些講了可能也不見得會去做的 那個未來願景未來目標 OK標準的 所以就這樣子開始把簡報送上來了 然後前幾天呢 我稍微有空一點 我就去把整個我們整個這個submit的整個議程的內容 大概看了一下之後我就開始不淡定了 為什麼不淡定呢 因為我發現別人講的議題跟我不一樣 人家講的都是那種實作經驗分享 要不然就是對一些創新議題拿出來 大家同一個立場同一個目標一起來討論 關鍵就是在立場相同 可是呢 如果大家有去看我們這個議題的那個簡介說明 他開中民意就講一句話嘛 如果去開放社群問民間的社群去問說 政府對開放資料的看法 對政府做開放資料的看法 就是不夠不好不對不行 政府不懂開放資料 我一看我就想說慘了 那今天叫我來這邊簡報 我一個人面對大家這麼多立場跟我不同的人 我不是被推入火坑嗎 那時候就緊張了就開始吃也吃不下睡也睡不著 想說今天我如果講因為我簡報像這種立場有差異其實應該怎麼樣 作談嘛 那今天要我單方在這邊講 那我一定是講什麼 講說我們政府已經很努力了啊 大家不要苛責我們啊 給我們多一點拍拍手啊 好感動 其實我本來想說我講到這邊會不會大家拿雞蛋開始丟我 好 那不管怎麼樣 如果說有什麼問題等一下我們一起來溝通討論協調 好 這就像我剛講的嘛 其實我挺進去的 好 沒關係 好 我剛剛應該注意一點 好 好 好 我不好意思 就是我剛講的嘛 反正先講一些大家要知道的歷史原油背景 然後講一些我們已經很努力了 最後再講一些成果 OK 好 那我先講一下整個台灣整個國內外大概就是 開放資料平台這個推動的整個歷程 那如果講到開放資料平台 大家可能比較容易聯想到的應該是在 2009年歐巴馬政府他在1月份上台的時候 他馬上就簽署了一個透明與開放資料的備忘錄 那在同年呢 他們就那個美國的聯邦政府的開放資料平台就上線了 那同年2009英國也跟進了 那在國內呢 2011年台北市政府率地方政府之先呢 也推出了開放資料平台 還有新北也跟進 那我們這邊講的是開放資料平台 那其實要講開放資料平台的這個概念之前 其實我們還有一個概念可以先來討論一下 就是開放政府 因為開放資料平台已經進化到 我們在談的是說怎麼開放 能夠讓民間社群這邊容易取得容易使用 可是在之前又有一個觀念先建立 就是說大家要認同政府的資料是要被開放的這件事情 才有機會走到今天這個地步 那可是開放政府它也不是一個新的名詞 在1950年美國就針對那個資訊自由法案來進行政治性的辯論 1950年辯論完之後到1967年才正式這個法案在美國被制定出來 這中間也走了好久 那在國內呢 國內大概就是在2001年的時候 行政委員他用行政命令的方式來制定了 那個行政資訊公開辦法 到2005年才把它提升到法律的位階 就政府資訊公開法 那這段期間這麼走這麼漫長的一個路 我想這過程其實民間社群的應該是說功不可沒 好那我們繼續看這歷程 這歷程那接下來就是在2013年 國華會才中央這邊才開始推這個開放資料平台 那台南這邊呢 事實上這邊講起來就我們是走的有點慢 我們到2014年 雖然桃園在我們後面 可是其實桃園是在2014年的12月25號他才升格 所以其實以當初五都來講 我們算是走的最後一格 好那在國內在講開放資料 其實整個政策的掌舵的還是國家發展委員會 那他開放的在一開始開放的時候 其實他的做法跟美國當初在剛開始開放的時候 那個開放平台推上線的時候一樣 都是一直在推充數量 那一直充了幾年之後呢 到2016年他開始政策上就比較有點 開始在想說一直充數量是不對的 所以他開始用不再用開放像素的成長來做首要目標 改用資料品質 那到2017年呢 他開始就去做資料開放優質標章的 一個動作 並且去深化應用獎勵的一個措施的一個評鑑機制 所以從2018 2019 到2020 總共已經辦了三年的 金子獎 應用獎還有人氣獎 那當然我們可以看出來 國化會這邊其實一直都是在 政策上都一直有在微調 而且我們也對國化會這樣的政策 我們也是在地方政府的角度來看也是蠻認同的 只是這邊有一點可能就要提出來討論 就是在資料級的數量這一件事情 即使曾經引起一些爭議 那基本上我的看法是 數量 開放數量資料級的數量來做一個評鑑機制也沒有錯 本來我們就是西方地方政府 只要是不涉及個資 只要是沒有機敏性都應該盡量把它開放出來 讓民間社群來加值利用嘛 所以去推動用數量來衡量沒有什麼錯 只是就有一些地方政府 他們就會為了充民事 為了充數量 然後就把一些本來是應該歸屬在一個資料級的 硬是用時間 比如說月份 或者用地域 比如說不同的區 就硬把它拆成不同的資料級 這個不同資料級這樣拆出來 它的數量就好幾倍的成長 那大家應該也都知道 其實這樣的做法反而造成民間社群 在使用資料上的一個困擾 所以它反而變成劣幣驅逐良幣 為什麼 比如說我們民事不理想了 我們去跟可能跟長官解釋的時候 長官你很無奈就講一句 那人家這麼做我們也只好這麼做啊 可是我們是有良心的啊 我們不會這麼做啊 那最困擾的就是像比如說 國華會它一個各地方政府的開放資料的 那個就是像素的一個視覺化圖表 然後呢就是把各地方政府從高到低 你開放的資料級的一個數量 從高到低用視覺化圖表給你排出來 然後呢 民意代表 媒體就開始去算啊 你台南一二三四五六七 然後就下一個結論 台南市開放資料是 的成效是六都之末 我不能否認啊 因為排算起來真的還在六都之末啊 可是它這樣算有意義嗎 沒有啊 所以的確這樣也造成我們一些困擾 好 那這邊就是那個國華會它推動的整個政策 它先從資料開 抱歉有沒有 它就從資料開放先充數量 然後去講究品質提升 然後再強調價值的應用 那所以它就是有核定一些開放的品質標章 分別有金銀桶還有白金的標章 那再從這些標章的等級 然後給不同的分數 然後來計算出金紙獎 然後它強調應用的時候呢 就是希望機關要自主推薦優質活化的一個應用案例 然後來頒發應用獎 那人氣獎呢 主要是要希望大家能夠開放是一些有高價值的 符合民間社群所需要的資料 所以它是你開放一年以上拿到金標章 然後就從瀏覽的書 比如瀏覽的次數還有下載的次數 還有民眾的評分 以及那個就是一些回應的一些數量 來做這個評定 好 那剛講大概是綜合的整個開放資料的進程 那我們來講一下台南開放資料推動的歷程 那剛也提到嘛 其實我們開始的腳步有點慢 那可是慢沒有關係 那我們唯一可以說嘴的就是說 我們是國內第一個以國際開源軟體 去看來建置平台的一個地方政府 那平心而論 我想這邊有些夥伴應該對有一些公務生態有些了解 你們應該知道說公務部門的同仁 其實比較依賴的是外包廠商 然後他也比較習慣採用的是商業的平台 對這種開源軟體其實是比較排斥的 那當初我們決定要來做開放資料平台的時候 我們內部進行評估 那評估之後我們從預算還有國內外開 資料開放平台它的功能完整性還有系統 我們接接的彈性 最後我們決定用這個開源軟體系統來建置 那建置之後呢 雖然說當初那個台中和高雄是走在我們前面 但是他們後來後來就還是 在改版的時候還是改成系統 那至於說他們為什麼會改成系統 我是不是很清楚 但是我想應該我們台南這邊用這個開源軟體 來成功建置的一個經驗 應該也給他們一些信心上的一個加持 好那我這邊就很快的 因為好像時間有點剩下不多 我很快帶一下就是說 我們從推出開放資料平台之後呢 我們跟一些民間社群的一些合作經歷 那在2014年的時候我們有一個 欸 抱歉 在2014年的時候我們有辦一個 台南黑客森的一個競賽 那當初第一名的團隊 他是做一個台南百年的文史地圖 他是把整個古蹟的照片資料 然後用時間走的方式 然後跟空間走來整個結合在一起 那後來發生 2015年發生情流感疫情的時候 我們內部的中心的同仁就利用這一個平台 然後把它改成 就是把資料改成我們鋪殺 其內的場次地點日期等等資料 把它放上去之後 它就變成一個 可以了解整個情流感的 處理過程還有整個擴散的情形的一個平台 那還有登革熱 登革熱它爆發的時候 我們把資料也放到資料平台上面 那這時候就有民間社群高手 就用這些資料來建構視覺的地圖 讓民眾了解疫情擴散狀況 促成這個民間跟政府的一個合作 那還有台南地震那時候 2月6號我們在 就送出第一個最新消息之後 那陸陸續續就是把這些資料開放平台 這些資料都放上開放資料平台 然後這時候民間社群也協助把相關的圖檔資料電子化 然後加速資訊流通 那這時候網路共筆的資料也被建立了 用來蒐集民間 用來蒐集那個民間 還有政府的各項災情及史資訊呢 災難救助媒體資源物資 匯集成整合性的資訊平台 那這時候民間來用這些開放資料 開發各種視覺化地圖 比如說地震災情的地圖 臨時供水站的地圖 好 那案例講完了 那其實從剛剛的案例 我們可以很明顯看到 政府把資料開放出來 讓民間社群去加值利用 對政府來講 對社群來講 對民眾來講 都是一件好的事情 那為什麼地方政府總是沒辦法做到 讓民間社群滿意呢 這問題在哪邊呢 那當然我接下來就會講一些 我們遇到的困難點 那當然我這邊要說的是說 因為我們中心畢竟是比較屬於資訊部門 所以我們立場會比較傾向是 跟民間社群的立場會比較接近 但是因為同時我們也是公務員 我們就比較能夠理解 其他局處公務同仁 他們在面臨開放資料的時候 他們的猶豫啊 他們的困難啊 他們的不願意的原因啊 這些我們比較能夠理解 所以今天我大概就是把這個 各局處他們在心情上的一種思考模式 來轉達給民間社群的這邊的朋友來了解 希望可以促進大家的理解和溝通 好 那其實這邊就是一句話 不夠 不好 不對 不行 就是政府不了解開放資料 好 那我們同仁這邊呢 他簡報裡面他整理了幾個主要的困難點 比如說那個 各機關承辦他不清楚開放資料跟政府資訊公開的差異 這個我們剛剛有講過嘛 政府資訊公開法 其實它和開放資料還是差很遠的 那個資訊公開法 他只是要 他要求政府要主動公開的有哪些 條約 法令 契約 補助 預算 決算 就這些 那主動公開怎麼公開 印刷品可不可以 可以 那 甚至你開一個說明會可不可以也算 好 所以呢 大概整理這些原因 但是我大概昨天有稍微深入的想一下 我把它歸納成幾個原因 第一個就是 組織的任務分工的問題 就是 誰來做這件事 因為他 開放資料現在 算是 也不算是新興的一個法定業務 所以這時候誰來做這件事情 可能在公務員裡面就會引起一個波瀾 好 那第二個問題就是說 法律 法規 它那個授權的一個完備程度 就目前來講 我曾經去聽說 聽說我們同仁在跟局處同仁在要求他公開的時候 他說 誰規定的 我不做不行嗎 好 那事實上我還真的不知道哪邊有強硬的去規定 他一定要把這個公開 好 那 所以這就是法 法規 那個授權的完備性 那第三個呢 就 那個預算資源的配置 我今天如果希望能夠減輕同仁的負擔 希望他做出來的品質是好的 那這時候我是不是就要用一些預算來協助他 直接從系統來產自這個符合民間社群所期待的這個開放資料 或者用open API 可是這些都需要預算啊 那我又沒有辦法幫局處爭取到這些預算 好 那這三個是政策面的一個問題 那我們再講三個忍 忍的因素的問題 哪三個 第一個 開放文化的一個知覺 就是說這承辦同仁他對開放的這個文化他沒有認同 那第二個就是機關主管的領導風格 也許他認同啊 可是機關主管就覺得你做這個 你做這個幹什麼 你反而在我要交辦的業務上你沒有把我做好 所以機關主管的一個領導風格也很重要 那還有一個就是人遠職能的一個建立 我聽說有些局處的同仁他們是這樣 他認同他也要做 可是他就是不會做 然後我們問他說你怎麼還沒開放呢 他說不好意思 因為我不會 所以我拿去請我家小孩幫我做 但最近他還考試 所以在等我一下子 那他都拿回去請他小孩幫忙做 你說我還能夠說什麼呢 只好說沒關係你拿來我們幫你做 好 那除了剛剛講三個政策的問題 還有三個人的問題 還有一個後續監管的問題 第一我開放出來我要不要維持他的正確性 要第二個那我要不要隨時更新 要第三個那個 好 好 第三個就是說我以前可能只有講到二星 那現在政策上要求要全部百分之百要三星 那我要不要再重做一遍 要 所以這些都會造成局數同仁他們在業務上的一個負擔 和他們補越配合的一個原因 好 那這邊的主要困難點 就我剛重整的那三加三加一總共有七項 這些都是屬於內部的困難 那底下這邊其實應該講起來是外部的因素 第一個擔心開放資料受到曲解 遭受苛責 曲解有兩種 一個是惡意的 一個是無意的 所謂無意的呢 比如說 剛剛講的嘛 國防會他把我們的那個資料 那個開資料級的像素這樣排下來 大家去算一二三十五六七 說我們是六度之末 這個有時候還真的不是惡意的 因為他們不了解 那惡意的會怎樣 我資料開放出去嘛 誰都可以用 這裡面可能包括第一 政治立場的對立的人 第二個可能在特定議題的利害關係人 雖然我們都說 數字會說話 但其實數字不會說話 因為說話的是解讀數字的那個人 那他用什麼立場來解讀 我不知道 所以同仁會擔心啊 好 那第二個就是敏感性資料 會帶來非預期的風險 什麼叫敏感性資料 比如說我們碰過一個情況 治安 治安資料開放沒有錯 它會形成一個治安的熱點 那這個就會有一個情況 居民他聽到說 你政府說我這邊是資安不良地區 他第一個反應是什麼 我的房價會下跌 然後他就會找民意代表 然後就開始來施壓說 你們怎麼可以這樣子說 我們這邊是那個 這個自安不良的地區 好 那這個也是公務同仁 他在開放的時候 他會去顧慮 他會去衡量的一個因素 那第三個就是擔心開放資料 會成為民眾檢討目標 但這個是人性啊 我不能說它是一個理由 其實坦白說 就我們的立場我們都認同 資料可以開放出來被檢視 就可以減少政府施政上的弊端 資料可以開放出來被加值 就可以提升社會的進步 我們一直認同這件事 所以這邊講的真的還是 人性問題不可避免 好 那這個主要是要講說 有時候我們的資料來源 不是我們自己有資料 是我們要去中央那邊 下載報表之後我們再整理 所以你看從上面的 這樣的一個資料格式 同仁他要花時間去把它整理成 下面這樣一個符合規範的一個格式 對他來講 這是一個優良的一個負擔 好 但是我們是 資訊單位我們在推這件事嘛 所以雖然有諸多的理由 但是我們還是要推 怎麼推 第一個 我們會舉 年度都會舉辦資料開放盤點會議 就是說各局處 各個一級單位 都要派主管來參加 那我們會把各個機關 他們在紀念度所做開放資料的成果 來做一個說明 並且把我們希望他建議要開放的資料 提出來 那提出來之後呢 你機關你要在府城長官的面前來解釋 為什麼你不用開放的原因 那當然我們不會一下子就走到說 把問題提到盤點會議上去檢討 我們會先局處訪談 希望說先用軟性的私下溝通 希望他們能夠接受我們的建議 那當然 右邊這邊就是說 我們是要想辦法增進 局處同仁他們的資訊素養 好 那剛剛那個方法如果還沒奏效 我們還有一個方法 就是說 對表現傑出的我們就給予獎勵 當然我們能夠用的獎勵就是 技嘉獎 技工 那對於不好的呢 我們有一個方法就是 我們用評鑑分數來納入 機關年重烤基甲等人數比例的一個參考 那我們發現這個還蠻有用的 因為當我們納入這個烤基的一個平等之後呢 我們的成果是什麼 今年新增了245種類型的資料 是近四年來成長最多的一年 人性嘛 然後社會局它新增了21支API 是近幾年來一年內新增最多的一個API的機關 所以這邊就是我們雖然認同他們 我們雖然理解他們 但是我們還是要推下去 所以我們就用這些辦法 好 那 那為什麼公務部門會習慣用委外 而比較不願意公司協力 我想大家如果有去讀過經濟學啦 財務還是投資學 大概裡面會有講到三種人 投資會有三種人 風險區避者 風險中立者和風險愛好者 但是呢在學術上 他們會假定所有的投資人都是風險的區避者 為什麼 這是人性 那在公務機關你會看到更多的風險區避者 那如果人性是風險區避的話 那我會選委外啊 為什麼 因為委外跟外包廠商是單向的壽命關係 如果一旦出了事情 各位在電視媒體上應該常常會看到一些長官 就出來講一句話 這個我們的委外廠商執行不力 我們會加強監督 然後這樣就好像就可以卸責了 那當然這樣的缺點就是整個公務部門 他會自我限縮成一個發包中心 他就習慣就是我就發包給廠商嘛 有問題廠商扛嘛 那要創新就更不容易了 那公私協力它是有它的好處 但是有時候涉及這種文化的差異 我們不得不承認這個要逐步再推動 還是需要一點時間 好 那這邊講的是一些公私協力的衝突 其實這邊都是文化的差異 那其實這個衝突除了文化的差異 其實還有一點這邊沒有寫到的 就是第三者的煽動 2012年那個實價登陸那事件 我想應該有很多人知道嘛 就是本來張善政他 時間不夠不知道怎麼辦 好 那我還是簡單講一下 就是說那時候實價登陸推出來嘛 內政部就花錢去找廠商做一個實價登陸的查詢網站嘛 那可是因為一下子湧進很多的查詢的資料量 那效能就會不怎麼好 所以就運作的不是很順暢 那這時候呢 就有Google的幾個工程師呢 就組一個團隊 然後一起來做一個民間版的一個資料查詢 實價登陸的查詢地圖嘛 那這時候 然後張善政就說 欸 這樣不錯啊 因為張善政自己也在那個Google認知過嘛 然後就說要找他們出來 大家聊一聊 那他們提出一些很良善的一些建議嘛 好 這是一個很好的 看起來有希望結婚嘛 結果呢 隔天媒體就出現一個 民間 五百塊的民間版資料 那個實價登陸查詢系統 大勝那個政府版的九十萬的那個查詢系統 然後雙方關係就急轉直下 我想這個事件應該大家很多人知道 這就是說文化的差異之外 其實很容易被煽動 好 那因為時間到了 我沒有講成果 不知道回去會不會被同仁炸雞蛋 好 反正我們二零一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九 二零二零 我們都有得獎啦 就是這樣 好 那我們也應用在我們的視覺化儀表版 好 那再給我一分鐘 我講一下我的總結 那其實呢 我沒有在這個簡報裡面去講說 如何可以讓公私協力這件事 走得更好 走得更遠 因為我覺得這個文化的差異其實要怎麼做 其實大家心裡都有答案 民間社群其實代表就是活力創新嘛 那公務部門就是傳統官僚 那當然有時候我們不要把官僚兩個字 太負面的解讀 有時候它代表的是秩序還有穩定 但是畢竟就是兩種不同的文化差異 那其實你想如果說兩個人 從不同的家庭有不同的文化背景 你要出來能夠手牽手一起走下去 就是溝通 理解 包容 這大家都知道 所以其實我沒有提什麼解方 因為解方大家都知道 就希望對我們公務部門也給我們拍拍手 給我們多一些鼓勵 那可是呢 其實最後我還是要講就是說 但事實上公務部門 的確需要民間社群的一些鞭策 那我希望說如果透過民間社群的鞭策 讓我們的政府能夠在開放資料這個議題上 從本來只能夠走一步 變成能夠走兩步 三步 甚至五步 十步 那我想這個對開放資料這件事情 都是很正向的 那我也期待民間社群 能夠持續扮演這一個角色 以上 謝謝 我想這一定是我們內部同仁 資料開放專法其實本來 如果照預定的進度應該是在這個時候 應該要推出了 但是我有請同仁去瞭解 其實應該這樣講 我2013年就叛逃公務機關 所以其實在整個過程 我並沒有掌握得很好 因為我沒有參與到 那不過這件事我有catch到 我有請同仁去瞭解一下 就是說當初有說 那個開放資料專法不是在預計要在 今年的年底要推出嗎 因為是在去年的年底 就開始講了 然後好像是說 有不同的想法還在研議中 那當然其實要讓開放資料 這條路走得好 專法是一條路 當然中央如果有不同的想法 認為有更好的解放 我們也樂觀其成 只是為什麼 我認為是有必要 因為如果站在我是一個公務員的角度 其實公務員在我們的養成過程中 真的就是一句話 依法行政 我知道大家聽到這個依法行政的時候 會很感冒 但是事實上我們的養成就是被要求這樣 那如果有一個開放資料專法 那我覺得對我們來講 真的是還蠻正面的 所以我是期待 好 OK 現場會眾有要提問的嗎 可以 已經開了嗎 好 我想要問的就是 因為我覺得 就是聽下來感覺上 就是很多事情都是立即於在 資訊不對等的狀況下 就是可能政府方他對於開放文化 開放資料這些資訊的不對等 然後民間方他對於政府這些資料 為什麼不開放給大家 就有負面的想像 所以我覺得就是 你剛剛有講到很好的一點就是 讓有更多的討論的空間這樣子 然後我也覺得就是可能 政府方這邊可以多辦理一些 就是在經費上許可上 然後空間許可上 可以多辦一些討論的空間的 一些什麼會什麼會都好都好 OK 沒錯 那個其實我 我剛剛有講 因為整個我們政府在推動開放資料的時候 其實我不在公務部門 所以 可是我最近這幾天 真的花蠻多時間在捨位這個議題 那我有跟我們同仁問說 如果我們那個盤點會議 那個也找民間社群一起來參與 你覺得怎麼樣 好 好 那他說 嗯 好 不過我 我 那有些議題的話 他會有一些總值 對 對 對 我覺得 我覺得就是是一個方向 就是你不一定要所有的群眾 不管是譬如說 你不一定要民間 譬如說民議員來參加 你可以是譬如說 你去徵選一些 有投入在這裡面的一些 譬如說 譬如說 就交通上面來講 譬如說 學生族有代表 然後就是 通勤族有代表 對 然後什麼族 譬如說什麼企業族 然後或是駕車族 然後機車族 都有一些 各自的代表 也不一定要是 就是 他只有來一次的 他可能是一個長時間的去 跟政府部門 進行一個很長期的討論 還有研討 所以這樣的 兩方在這種 就是資訊是對的情況下 我覺得 彈出來的那果實 才會是飽滿的 對 比較官方的回答就是 你的意見很好 我們會待會去研究 不過說真的 我真的是最近 有在思考這個問題 不過你剛剛講的徵選 徵選這兩個字 最近有點敏感 我們不是有青年委員嗎 青年委員最近徵選的問題 也是被預約K得好慘 說你們怎麼 你們是用什麼機制 你們為什麼 是這樣定評分的標準 你們這樣有沒有 好 OK 那我們真的會列柱考慮 這個民眾應該常聽到 好 那 好 那如果沒有 那在這裡 謝謝各位 好 那我們今天的議程到這邊結束了 我覺得 陳副主任他是一個很好的典範 那 一個公務員 他願意說在下班的時間 剛下班而已喔 然後就特別跑過來參加 GV的SAMINE 然後在台上分享 他所遇到的內部的問題 那某種情況下已經是 今次算是一個滿不錯的進步 那我們持續努力這樣子 我們持續互相配合 互相包容 互相合作這樣子 那感謝今天各位的參與 那我們今天的議程 就大概先這樣子 如果會後還有興趣的話 都可以去找各個講者 就是如果今天有對哪一個議程 有興趣的 不管是你在共筆上提問也好 或者是說 你等一下會後再找他 就是OK的 那就明天 我們就會在陳大那邊見面了 所以各位就明天再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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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